妍瑾,妳覺得工作人物 壓力其實很大 超級大的 因為就是像一般婦女可能 她隨便打扮走出去 她們不會被講什麼 對 像我們可能身材 可能如果變胖一點 或是邋遢一點 就會講一些五四三的 尤其如果那時候工作量少的話 就是說妳不紅了 連衣服都穿得亂七八糟 然後邋遢邋遢 就是頹廢這種的 妳裝扮出去之後 有一些人又說 妳看那大明星出門都這樣 對 對 沒關係 妳可以去演 跟她拍照 可是我沒有化妝 她沒有關係 然後不拍的話 怎樣都有人要講 對 就是妳不管是選擇 A B C都有會有話講 像妳們出去是放鬆 是為了放鬆的出去 不然呢 然後大家都認不出來 不完妝 完妝 穿最帥 穿輕帶贏大家還是不 你沒有包袱 對 大愷 大天 就是不叫大飛 那妳現在直播 應該還是會有很多的網友留言 妳會覺得受不了嗎 直播的話還好就是 因為可能 因為我的直播的族群都是女生 然後就是我也比較大累累的嘛 所以他們就還滿喜歡我這樣子 而且其實我是看起來 很精明的那一種 但我在直播的時候就常常 因為我們要一直換衣服嘛 對 我就有點傻大姐 就是衣服就穿錯邊了 就反而是粉絲跟我講 在黑眼鏡衣服穿錯邊 我說難怪奇怪 我就會怎麼在那裡 拐拐 有 黑黑的 那已經不是傻大姐了 沒有 沒有 你應該要看的是別的吧 沒有 那你從出道以來 有聽過最惡毒的留言是什麼 最惡毒 就是之前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看到下面第一條留言 我就覺得 你怎麼還沒死 好可惡哦 這是男生攻擊 這是個霸凌 這是霸凌 就是 要不然你怎麼不去死之類的 這種話 其實公眾人物的壓力 最大的來源就是在於 公眾人物不能有任何負面情緒 對耶 對不對 就是說你已經被這樣子 等於是言語羞辱跟霸凌 你還不能有任何反應哦 你有反應就會更被 你有反應之前就很大砲嘛 就新聞就會一直出來嘛 然後現在就 公司又會說 就叫我就是 收臉 少說點話 可是有時候你真的看到 你真的很爆炸 你也不是說想罵他 你只想還原一個真相 寫出來而已 我可能就又要被念了 而且也不只言謹 就是圈內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正常這樣的事情 發生在一般人身上 可能他會有被原諒的機會 但公眾人物沒有 他就是往死裡打這樣子 真的 真的啊 我跟你說就是我去看 真的就是這樣 真的不要看 你不看 有時候你轉電視 你還是會 砸掉電視 你怎麼會截圖給你啊 壓力這麼大 對啊